大陆当红小鲜肉陆寒人气和号召力自是毋庸置疑 她的私生活也受到了来自粉丝们的热切关注 近日有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标题为 L姓小鲜肉当爸爸的爆料 内容直直陆寒引来众多网友围观 微信内容中表示 L在韩国就有女朋友 是个大学生 在韩国的时候还给她寄过花 L姓鲜肉的女朋友个子不高很漂亮 在微博上各种秀恩爱 虽然不指名道姓 但已写得十分明显 文中还爆料称 饭圈的人爆料说 L是三月领的镇 那个女生的生日在三月一号 笔音爆料称 从某韩国偶像团体回归的人气最高的L姓小鲜肉要当爸爸了 韩国回归偶像团体人气超高L姓小鲜肉 种种标签组合在一起 矛头直指陆寒 下午时分陆寒工作室迅速做出反应 发出律师函就关爱八卦成长协会公众号发布的不时爆料发布声明 声明中写道 大量内容影射陆寒先生 且无任何事实根据 并且未经任何求证过程 皆为恶意爆料 并否认了韩国女友结婚生子一说 夜市娱乐新闻中心上海报道 大量内容影射陆导师准备 大量内容影射陆导师准备 大量内容影射陆导师准备